前一段时间我们俩不是又去拉了一批木耳回来吗 这一袋呢就出现问题了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呢你看这杂质非常的多 而且又大又薄 刚开始啊他是在这个上边铺了一层厚厚的 铺了一层好的 然后下边呢全是这种不好的 昨天已经给他打电话了 他不承认 然后今天呢我跟小鸡我们俩在去山上去找他一圈 看他怎么说 把这个木耳给他拉回去 不能在这搁着呀 你看这木耳杂质多 而且还薄 今天又是零下四十来度 特别冷 H9车上已经有了一层薄薄的血了 我们俩要把这个车衣给周开 开H9过去 把这个车衣给周开 开 一二二三 别看太阳升老高但是没有温度呀 后备箱都冻上了 所以今天打车肯定不好打 昨天零下四十度啊 零下四十二 你这轻松打着的一下打着了 没有啊 嗯 想了好一会儿再想着 到大宝蔬菜店来 来买点水果 刚才我跟小鸡我们俩去买了一些香蕉 还有橘子 买了两份 其中一份呢给带我们去大姐家给他一份 另一份就是给这个农户加一份 我们俩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不想把这个事情闹严重的话 虽然他们在木耳上边破了一层好木耳 下边都是那种不好的这个木耳欺骗了我们 但是我跟小鸡我们俩也有一定的问题 如果当时我们俩把这个木耳全都倒出来检查一遍的话 也不会有现在这个问题了 今天早上下雪了 这一块树上接的满满的都是雪 风都吹不下来 你到这个卡口 到卡口得下去说一下 扫一下马啥的 一个人忙忙碌碌 走走停停回头看看那些错过的风景 蹲下来保住自己 你看你怎么那么不小心 前边这个林场看到了吗 我们马上就要到了 今天开了有三个多小时才到 今天下雪不敢开那么快 家家户户都还烧着这个炕冒烟冒的 是这个地儿吧 吃饭呢 你拿这个干啥呀 你拿这个拿牛去 拿牛去吧 拿牛去吧 拿牛啊 你这什么耳朵哈 你去这 哎呦我的妈 哎呦我这腰 小心 不如腰腰 他这是这啥他说有意思的薄 你咱们那个我说的你要想的厚 没事儿 以后你必须得是那个买铜鱼茶 那后你就去去秋鱼耳 秋鱼耳 去到他家之后 然后他也知道他家木耳是咋回事吗 就很利索的把这个木耳给我们退了 完了 带我们找木耳的这个大姐呢 又在 又带着我们在林场里走街串巷 把这个家里一个木耳的都给我们收回来了 就每家也不多都十斤八斤的 就这么凑 一共大概今天是收了一百来斤吧 年前这个好木耳是越来越少了 再收的话估计就很难很难再收着了 如果大家想吃好木耳的话 就是赶紧就下单吧 要不然的话就只能等到来年的下半年 才能吃到这个好木耳了 我跟小吉呢 现在正开着车往家里边赶 回到家呢 把这些木耳都挑挑打包一下 这个是爬梨吧 这个爬梨跟咱那家爬梨长得不一样啊 这个床呀 这个木耳爬梨 啊 你这几个坏道是啥意思 那几个坏道是啥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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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说那坏道是啥意思 那几个坏道是啥意思 几个坏道 几个坏道 有六斤 有六斤 有六斤呢 有六斤呢 穿梦吧 穿梦 走街串巷收墨 找几家四家 三家 一家走哪 现在家户留的都不多了 还是家家户都做墨了 你看 嗯 家家都做墨 但是家户现在过年了吗 年前家也都没有多少了 走 走 没谁有的吧 老板 哪儿谁家还有 还是回家烤鱼呢 不收了 回了 哈哈 走